NFT 平台上的虚拟物品 例如GIF、相片甚至音乐 如果用NFT 进入股东这些实物方面 在执行上有什么难度? 其实难度也不可以说没有 因为主要在推广方面 对一些传统收藏家有点难 所以我们暂时的对象 都是一些比较年轻或中产以上 那类年龄层的收藏家 对新兴的一些投资工具 例如我所说的虚拟货币有形式 就比较容易着手 另一个难处就是价格浮动 因为计量单位不是我们一般传统工业的 银码是多少 而是计算NFT是多少个虚拟货币去计算 这个在换算上或者去 和一般观众去解释 那时候会有些复杂一点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 而且本身的特性就是 线上 网上 或者媒体的关注去作一些推广 希望以 我想要比较海量的 叫头脑轰炸等等 去接收这些讯息 正如我当初接触NFT的时候 应该都是我们五月是一个活动 都是五月之前 大概三月左右 才突然叮一声 有些这样的东西存在 就开始看这些讯息 自动会出现 每天都有这些讯息 开始吸收 所以少过半年时间 就变成了今天 我们要投入去做NFT的状态 少于半年 几个月而已 可能想问多一点 其实都知道 你们算是一个 做了古董很多年的家族 其实有没有说 当初你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去做NFT 或者你如何接触到这件事 接触 因为我除了做经营古董 因为我也教了藝博会 藝博会 藝博会就要关注市场的趋势 不论 因为我们本身藝博会的性质 就不只是古董 或传统艺术 其实是包裸万有 希望是 发挥香港的特色 股金钟 我们交融一起一个市场 我发觉在当代艺术界 这方面的发展 当然很快 就开始了解 这几个月来的吸收 当然传统上 我们也要关注 就是我们要培养 新一批的艺术爱好者 特别是传统文物的爱好者 或者一些叫做买家 甚至乎将来的收藏家 其实都要 要到位地 做一些准备功夫 去吸引他们的注意 投入这个市场 传统上的 是雪教式的推广 效率很低 加上我的性格是 不但我坐在这儿 很快就要去弹理身 去做其他东西 那种人 跟一些比较年轻行家 都是这种 太快了 每日要发生要做的东西 有些什么可以主动地搞一下 借着这种NFT的潮流 主动地投入这个市场 跟我们的上一代 或者上两代 确实是 说得难听 这叫做坐在那儿等运到 不论买也好 卖也好 在市场上 都要面对不同的竞争 买譬如我们疏醒又难 卖就是要面对其他行家 一些线上的买卖 一些实体的排埋 一些很广泛地的 我叫做良好竞争 所以我们都要 坦白说要装备一下自己 以应对未来 我不要说长 可能两三年之内的一些变化 和发展 特别是 疫情一定有影响 即是哪里都去不到 什么在初期都做不到 束手无策 真的坐在那儿等 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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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主动做些事 这个是 我想是比较年一代 一种作风 坐不住 但都刚刚说到变化 其实都了解到 虚拟货币的变化都很大 是的 如果把股东变成NFT 其实之前都看到 虚拟货币可以跌得很快 都可以升得很快 才会有影响到股东的价值 或者可能股东手材家都比较紧张 那件保不保值 这方面会有些影响呢 是 有的 特别是初期 大家对NFT 或者它背后的Blockchain 包括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交易那种货币 叫虚拟货币 特别是大家听到最多叫Bitcoin 动不动就说几万元 一粒 大部分一听就接受不到 但当我说回 其实几年前是几百元 几千元一粒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种新的 投资者或者这种 靠虚拟货币的买卖 而累积到财富的一层 就是说 其实他们都 原本都不是以炒作为主 都是以一个实用角度 比如说最初的出现就是 线上游戏买虚拟货币 的初型是这样出现的 就是我和我儿子谈 他最清楚 由初期要用PayPal 到开始用自己一个币 去买虚拟货币 这个就是一个 一步一步的发展 当然这个一步一步的速度是很快的 我都希望更大量地和年轻人沟通 所以我 你不能说被迫 但我觉得是 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原来发展到这样 都不得不关注 当然虚拟货币有 一代二代 或者将来三代 或者是 因为某名人的加持 某名人的多嘴 令到他们大起大陆 大家都已经过去几个月 看得很多 这几个月 根本已经是客大了 跌了 就先放在一边 等 已经是一个回不了转头的趋势 这种叫做虚拟货币 或者NFT市场发展 这是我和其他同辈的行家 一个共识 甚至乎一起从事 股东NFT铸造的一些 技术团队也好 这个器皿拥有者的团队也好 都有一个共识 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但如果加在NFT 是否难吸引本身的收藏家 起码吸引到一些 有潜力的买家 吸引到一些 更加年轻人的关注 我举例在五月的活动里面 你也看过 确实是有两三个很年轻 只对当代艺术有兴趣的人 都发现了股东都可以这样做 他们都有兴趣了解股东本身 甚至乎有一个买了一粒圈 当然他们是怎样成长 就是可能从事IT业 平时的生活就是 上班下班打机 线上游戏 因为他们本身是 100%接受了这件事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么便宜 他可以这样说 0.1 0.2 0.3 好好好 我们就立即搜射 搜射一粒 出来去Wallet 买到NFT 已经在出现了 当然我们去做这个之前 都是实验性的 但实验是有效果的 是真的有新的族群存在 你不能忽视他们的力量 但可不可以这样说 可不可以说 加入了NFT 是降低了入场的门栏 可以这样说 因为虚拟货币 很多都是可以0.2 0.2 0.2 但股东学 我见人多数都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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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种降低入场的门栏 因为我们用的ETH 现在应该都是 Under 3000 不同比特币 还是几万 你计算0.1 其实是几百美元 你就可以入门 等于有一个入场券 你就可以更加容易了解 古董文明的世界 当你累积到一定的 又是以前老一辈说 要看多点、学多点、听多点、了解多点 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坐在此 几个月地对话 可以通过NFT 加上自己的兴趣搜索资料 加上我们扮演的 譬如监想户 其实加速了知识的流通 起码 未必一定是将NFT流动性 10%加大 但是 它里面所包含的 故事知识的流通性 会加大和加快 这是真的 好 想问 未来有什么计划 我想未来计划 其实很多人都在做 我们自己都有一定计划 如果 我举个例子 你留意一些NFT的发展 或者我们口用叫玩法 真是天天新款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Damien Hirst 你听过 以一个很出名的 英国当代艺术家 以一些封印的作品 包括就是 很多蝴蝶标本 拼了一个画 一个装置出来 和一只牛 真牛 剖开了 浸在药水里面 造成一具 不当代艺术币 或者一条鱲鱼 浸在一些特殊物料里面 造成一件装置艺术家 艺术家 它都有发行NFT 它的玩法就更 我叫做绝 之前大家听过 陈焕仁的音乐NFT 类似这样的玩法 但是它涉及的金马 或者玩法就更加极致 就是 它特意做了一件艺术品 有实体的 它就发行NFT NFT里面有一个条款 或者权益 它只有一个买家 可能不知用多少粒Bitcoin去买 就知道Bitcoin难买 可以去到多大 有个NFT拥有者 就是拥有了这件艺术品 或者它是NFT 当这个条款是什么呢 当这个NFT拥有者 要再转弱NFT的时候 它只可以选择 留NFT 或者留件艺术品 当它转弱NFT的时候 如果它决定选择留NFT 这件艺术品 就要给予艺术家 那艺术家便会销毁原作 这个我想是 我一听已经说是瘋 它自己的艺术品 可以值多少钱 但它敢于去销毁它 即是它认定了NFT 虚拟世界里面的发展 甚至它的升值 可能比实物更要夸张 这个是慢慢 一个在市场上 逐渐形成的一些共识 譬如之前的 由最初的 Cryptopunks 以送 它也是另一种玩法 它原本是送的 就变成一些有价值 无形的东西 有价值但是无形 或者有形又有价值 有形又没有价值 无形又有价值 很多玩法 组合出来 我觉得可以玩很久 玩十年八年 其实是对艺术品市场有帮助 门槛降低 玩法不同 即是南部有一天 就算是一些天价的 我不说当代艺术品 可能天价古董数以亿计 都发展成是收虚拟货币 作为交易 其实有出现过 当然量不太大 你看到一些帮忙都是 以收虚拟货币 当然在初阶 可能是 譬如一些货币 都要变成实际的货币 去做交易 但买卖双方 其实你看到 已经接受了这种玩法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 学爬的时期 都未到学企的时期 所以这个潜力是很巨大的 但有没有计划 做自己的平台 我们也有留意 或者讨论过这个 题 除了一些很成熟的市场 已经很早建立的平台 可能已经有十年八年 例如OpenSea 这一类 已经是 每日有大量的NFT出现 它流通也好 变成一个很坚实的平台 等于以前的 在包商里出现了Google 之后 已经是一个认定 亦有其他高端 低端 有些不同的 运作方法的平台 很多平台已经很早 走先一步 我觉得在香港 暂时是困难的 因为一个平台的搭建 要一个相对稳定客观的 可能科技 或者经济环境 当然第一 在疫情之下 未必那么容易找到这种投资者 以及你要一个成熟的平台 或者初期你要很大量的 艺术品去建立这个平台 香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但我们不排除这件事 平台可能也有另外一种 我们叫做玩法 可能是一种最高端的 一些纯粹高端来运作品 或者是 因为现在事实上 未有这种平台出现 我不排除会有这种平台 或者我们自己都会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 未在一个时间表里面 但是又是有讨论过 因为亦都牵涉到 因为香港可能成本会很高 因为你要有大量运算 有一个机制 成熟的一个交易制度 这个都比NFT的铸造 所有的时间成本要大很多 就算有机会都可能是高端 高端 正如我们古董文 都是以高端的发展 最有潜力 就是叫做稀缺性 因为NFT的出现 是帮助到一些 非常稀缺的艺术品流通 一种辅助 甚至乎变成一种主导的角色 带领着这些 拥有稀缺性的艺术品 的收藏 或者投资的上升 最后想问 其实你觉得 现在政府在法规 至于NFT是很新的概念 即是现时的法例 足不足够去监管这种交易 我想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才 也不是金融的专才 不是法律的专才 但是我想我们要回想 是否需要 有没有绝对的迫切性 要去做一个全面的监管 我想未去到足不足够的监管 那个阶段 因为还有一些 理论上 学术上 或者实际上一些争议 譬如 NFT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大概 我不记得多少年前 其实NFT的出现 是为了艺术家的一些 发展而着想 你当可以做公益一样 因为艺术品 艺术家做了一件艺术品 他卖了之后 以后的事就不关他事 有一些机构就是做了这个 这个NFT的概念出来的话 权益写在上面 就是说 我通过NFT去买这个艺术品 每次这个NFT的转让 或者再买一次的话 会自动有一个百分比 给予艺术家 这个对艺术家是一个保障 原意是好的 当然很快被一些金融机构 就拿出来作为一种投资的选项 这个都无可厚非 这个 如果我们思考 原本的概念 不是坏事 所以变成你要 需不需去监管呢 因为监管 虚拟货币的操作 和监管NFT 可能大家画了一个等号 但在我的角度而言 就不是的 是两回事 当然会有一定的 关系存在 但这种关系 未必亲密 像父与子 其实是一个 可能软防亲戚的关系 那NFT的销售 需不需要监管呢 或者是 它需要再自由一点 还是怎样 你觉得 我想 在初阶 大家都未 在理论上 或技术上 都未很清楚 我想大部分人都未清楚之前 已经急着要去监管 就一定 我叫做 一掌拍死它 是 我又讲一个例子 应该讲得名 是的 是的 Wonder Woman 其中一个 原画的作者 都发行了自己的NFT 你怎样看 她都是自己的Wonder Woman 但她没有说是Wonder Woman 她只不过是NFT 亦都成交了 未必是天价 我记得 实际 这个已经是新闻 在财经新闻都彈过 这个系列 Wonder Woman的版权 或是DC Comics 出了一个声明 即是说这些类的 她认为是创作的一部分 版权应该属于DC 如果她有充分的理据 或者充分的监管 或者法律基础 已经告了这个作者 但没有发生 她只不过出了一个声明 就是已经 她是为自己未来的一些保障铺路 但未必一定会实现到 是 等于我们谈论二创三创四创 譬如在YouTube上面 某个Icon 或者某个IP出现多少秒 就不算有事 这些争议一样 是 所以很宽松 其实都是比较 可能是 有这么多监管 去让艺术家释放她去创业 会好些 可以这么说 特别是对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商业艺术市场 的话 过度监管不是好事 是 香港艺术市场 为什么可以超越伦敦 成为第二呢 就是没有这种 经营上 或者监管上 一些很大的框框 框着她 是 我想 如果有一些相对坏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虚拟货币市场 其实在金融架架上 亦都有一定的监管 但是 回到问题本身 足不足够呢 没有人知道 因为每天都在变 正如 首先我说 由比特币去到以太币 以太币捐造第二代的虚拟货币 其实第三代已经来着 第三代可能是更加容易地 被大众接受 包括降低成本 更加环保 这个我都赞成 因为他们的耗电 实际上是很惊人 确实是有团队在研究中 3.0 就会解决了我们 现在面对一些困难 当然将来可能有其他困难出现 但是 你会看到这个步伐 已经是 我们向前推得很快 我刚才提过 回不了 其实我们 期望就是这个 再新一代的虚拟货币 或者一种 NTA的形式出现 会更大规模 刺激这个艺术市场的活跃 其实对我们过去所说的 但是如何令到艺术融入我们生活里面 我想这个反而是一个终极的 一个推动方面 甚至是一个解决